就是说其实这个停车上就每次让他停个车之后呢 都会自己微信给自己或者是微信给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 就说他在每一层都发什么号码 对 我觉得那一个什么号码是可以去做一个计划的 而有时候要找号码也不可能 比如说现在我跟你说是一丰城的停车场B20 车的位号码是364 对 谁知道364在哪里 我从他们走出来 诶 怎么是一字开头 一百地跟三百地都是一丰城一地的人 我应该去哪里找这个364 对不对 所以还只有那个问题所在 最好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没有手机械 从李西达成的那一个就拍视频 一直飞到你身上去楼上 地底打开门是否是哪一个商店 就凭着那个商店就说 下次我又来这个商店 不 我拿去的时候我就来这个商店 然后呢 就在这边搭订提高轮下去 然后就按照那个视频再去找你的车 对 那也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办法 当然其实呢我们要记住科技 有朋友他就说了 在国外在吉隆坡 会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方式来帮你找出的 因为他说在吉隆坡的商场呢 这停车场是很大的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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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们的信价还要大 大到你会容易进入的 所以要么就拍照 要么就是科技的方式来帮你 这个下午的地方 例如我们住了有一些商店 然后拿进这些商店 或是你忘记了你的车 在哪 你就说有一个车 然后有一些车 车是停在一边 那一边 然后拿到销光鱼 哦 有一个系统 就说你的车口牌 然后就会车中在哪里 咦 无租的东西呢 我们是一层正样的美族, 所以我们都应该没做的话, 它是在我们的周章业, 对,章业章, 周章业章业, 对,我新调章业反正在说, 对,我讲话又讲话, 新调章业那边, 它就有一个, 在牛区那边, 它就有一个靠近主体什么的, 它会有一个特别的找车处理, 它是一个系统,一个屏幕, 你就是说你的车牌, 它就会图文并茂地告诉你, 你车型在哪里, 真的图文并茂, 因为它会拍下来你的车, 所以,跑不掉了, 你做什么违规的事情, 就把那个车没有停得很好, 或者停出你的隔, 都会拍下来, 所以,就按照你的系统, 给你的指示,去找你的车, 对,这样的系统, 我觉得相当好, 就每一个购物生产, 都应该备态, 也包括说, 我们的组织停车场, 有的话也是最好, 对吧, 就让我们呢, 就停车停车安心, 然后, 刚才就有没有说的是, Ref City, Santa City, 都有这方面停车的问题, 所以, 刚才说到, 有主位朋友呢, 他就送你到了一个停车场, 发行, 找不到车, 然后呢, 那个停车场呢, 很安静, 就是在, 对, 然后呢, 明明顺, 停在那边呢, 可是脚步高, 然后, 这个停车场, 很安静, 很静, 在那边呢, 所以, 开完演出之后呢, 要去找到老板铁找不到, 然后呢, 就有点, 烹发感情的感觉, 对, 正在你的意思, 有些地方, 有些停车场, 还有他挺安的, 他的风光照片做的也是, 对,